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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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听我说 我真是的 老陈 你拿这么多东西 我来骗你干法 不是 我是 老陈 你老的孩子 真没在这儿 听我说你别跑 不行不行 你听我拿着东西来 赶紧我跟你说 我真是的 你 你怎么回事 老陈 老陈 你真是过来道歉的了 大哥 我带这么多东西来 我不是道歉我干吗 老陈 你开这么大厂子 你咋还亲历亲美啊 顾及个人不就完了 这 这不就是鲜眼孩的吗 不能一地 对不起 来 咋涂成这样 老陈 老陈 行行行行行 吃个啥 吃什么 啥味 榴莲 你 你不吃榴莲 不吃榴莲 还好吃 吃吃 走走走 去 那些 里头 是 对啊 万一她的孩子是咱们的呢 可是孩子咱们养了那么多年 就跟青山北一样 好了好了 你想想 咱们的孩子不也等着咱们的吗 对吧 这种罕见的群体暴走孩子事件 发生在当时医疗条件上不完善的 城中村卫生院 幸运的是 胡珊珊和大雄的孩子长长着 但 所有的家庭 都被这种突如其来的真相 改变了人生轨迹 面对无比心痛的抉择 我有时想 如果不做亲子鉴定 一切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师父告诉我 我们这个行业不是造成悲剧 而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而事实上 有很多的家庭 最终都没有来做鉴定 你还在找那家医院的受害者 不会真的是因为我说的KPI吧 怎么可能 我就在想 这新闻太劲爆了 可以做素材 值得什么 那你这是碰钉子了 就前面这几个人都还好 但是最近开始 好多人都不愿意找回自己的青生孩子 师父 为什么呀 也可以理解 毕竟养了那么多年的孩子 真查出来之后是换还是不换呢 你看胡珊珊 其实她自己都很犹豫 师父说得对